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有黑子说王一博整容 14岁时的照片竟出现秃嘴短下巴 你怎么看 天天向上节目调整 王一博退出 很多人觉得是因为他没有主持人症 更有人说 他之前调整过脸部 对比一下14岁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 难道王一博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肯定不是 一、少年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很多人知道少年时代的模样 跟之后是有所变化的 王一博也是这样的 小时候的王一博 很帅气 但没有现在那么帅 他在中学的时候对街舞感兴趣 争得妈妈的同意 就开始学习街舞 感兴趣的事情 自然会用心学习 初二的时候 就参加了全国大赛 拿到一个不错的名字 被经纪公司发掘 成为韩国练习生 大家知道到韩国培训的那些练习生 是有多辛苦 韩庚回来以后 曾经说过 但是 王一博并没有在社交网络叫苦 而是用心提升自己 可能也是在韩国练习的过程 让他的外在发生了变化 相比于之前 他更加帅气了 很多人喜欢他立体的五官 喜欢他在舞动中的帅气 有一些粉丝为了看他才看一些综艺节目的 而他 还是那个单纯低调的大男孩 他在一个电视剧里饰演了蓝忘机 很多人看到他的古装扮箱 表示爱了 他明明可以靠颜值的 非要靠才华 这就是街舞三里 王一博的舞蹈很萨 他形容自己为黑豹 又凶又酷 但是 粉丝们却认为他又呆又萌 不仅在这个时候对他 还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对他 在大家给他过生日的时候 给了他一个特别的便当 他看到了以后 直接表示是一只豹子 让很多粉丝对他 你怎么看出是豹子的 粉丝们喜欢王一博才愿意跟他隔空对话的 要是见到本尊 基本上是安静地看着他 甚至不敢看他 他对于粉丝的这种友好行为 表示挺好的 性格温柔 舞技了的 这样的爱豆 如何不爱 有人看到王一博很火 就想蹭热度 如何有热度 说他坏话 王一博在初中时候和他长大以后的模样是不一样的 为何没有人造谣沈腾舅舅呢 人家当年是军艺校草啊 难道是因为他没有之前那么帅了 要是说王一博的话 大家的关注度会很高 这样就可以换来很多流量 有人说这样的自媒体不怕被骂吗 当然不怕 因为越骂越火 他们为的就是这个 郭德纲曾经在天天向上上说过 你挣的钱里 其中有一部分是挨骂的 所以他们不怕 但是 这样会给王一博带来困扰 他们才不管呢 这样的自媒体 吃香太难看了 没有办法 谁让我们家的一博那么火呢 上过快乐大本营 在里面展示了不一样的魅力 在天天向上中担任主持人 因为没有主持人证 他选择了退出 但这些都是王一博努力的表现 他没有在意颜值 更多关注的是他的实力 在主持过程中 那种稳当的劲头 让很多人喜欢 他会得才艺很多 不仅仅是主持和唱歌 还有舞蹈和摩托 他在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上 获得过新人组第一名 还会滑板和打篮球 一博 你这么多技能 谁能不爱 至于颜值 感觉挺好看的 那就好了 二 颜值变化 源自心态变化 主要是实力使然 有人说 王一博的颜值提升 是因为进行了牙部调整 不管是因为什么 最起码 他更加帅气了 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在这就是街舞三中展现了舞技 在天天向上里展现了主持功力 在亚马哈车队 他就展示了高超的技术 还有演技 在理想照耀中国里有演绎 在冰玉火里演绎了那个热血青年陈宇 在游斐中和赵丽颖搭档 呈现了精彩的爱情故事 虽然粉丝们不愿意他们在一起 这些都是他的实力 实力强且谦逊低调 让很多人看到他的优秀 他才会变得那么自信 心态变化了 外在形象自然会变化 大家熟悉的大明星黄博 在之前参加比赛的时候 他的神态就比较自卑 等到演绎了很多影视剧 获得大家的认可以后 他的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时候人的状态变化 实际上就是一个精气神导致的 我们家一博能够变化那么大 是与他的实力分不开的 有实力的人总是会闪闪发光的 巩俐在没有演出的时候 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姑娘 在演出了很多影视剧以后 他的气场很强 很多人觉得他在演绎局 都和他演绎的夺冠就不一样 这难道是巩俐老师整容了 一博也是如此的 在《理想照耀中国》中饰演了蒋仙云 他是黄埔三杰之一 他在其中演绎了 这未杰出人才的历程 让很多人觉得 他演绎得很到位 这也是他实力的见证 演技好的一博 获得了很多人认可 有人说 这以后 他就拥有了飞翔的翅膀 可以更好的飞翔了 也是因为可以飞翔 才会那么自信 神态自然也会有变化 很多人也看到了他的变化 但不会有很多人觉得 是他自己花钱调整的 有些人就唯恐天下不乱 就愿意用这样耸动的标题 获得很多人关注 例如有人说 于谦老师的马场要拆迁了 他获得了很多补偿款 于谦老师回应了 这是胡说八道 不要相信 结果 那么自媒体表示 对不起 之前的消息 是网传的 看看 一个自媒体大V都可以这样 那就可以理解了 一些人为了蹭 我们家一博的流量 肆意制造这样的话题 他的目的是为了 让大家来看这个内容 幸亏有眼见的粉丝能够看到 对此进行批驳 不知道这个起标题的人 是怎么想的 想要蹭我们家一博的热度 就明着说 不要采用这样的方式 这种方式 的确不大好 有些情绪激动的粉丝 就要问候你的家人了 你知道吗 不过 我们都是很有素质的粉丝 我们喜欢一博 也不会给他招黑的 对于那些有事没事就说他调整的人 请拿出证据来 没有证据就瞎说 是不是可以告你诽谤 光道歉是不行的 因为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不能任由这样的行为出现 让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维护我们家一博的形象 三 评论别人之前 先提升自己为好 评论别人谁不会 那就要看是不是有资格了 我们家一博取得的成果 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并查到的 要是没有多成就 就随便评论别人 是不是需要先静下来 提升自己再说 例如在工作岗位上努力一把 最起码把职务提升一下 我们家一博可以唱歌 您可以吗 会的话来两句 青藏高原也可以的 要是不行 我们家一博可以跳舞 您可以走两步吗 不用接舞 可以是迪斯科 要是还不行 那就演戏呗 想参加哪个剧组的试戏 说一下 要是演戏也不行 那骑摩托车好吗 这些都不行的话 您会什么 敲打键盘吗 我儿子也会 虽然是瞎打 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一定的成绩 再来谈论别人的得失和外在 说到外在 您有我们家一博帅气吗 没有的话就喷他 是不是极度啊 罗永浩曾说 自己从来不敢给年收入几十亿的人提意见 因为他自己挣不到 但有些人挣得不如他 偏要私信人家 给人家提供各种建议 让他借鉴 一个人收入不如别人 却给人家说如何挣钱 想想就觉得可笑 没有人家优秀的时候 就低头努力 没有人家优秀的时候 就要谦虚谨慎 为何要大放厥词呢 显得您有本事吗 那把这个本事拿出来 大家看一下 要是真的有的话 也行 我们家一博也不是那种经不起评价的人 前提是您的先拿出证据来啊 有些人就觉得看着我们家一博不爽 可以啊 就看着他的帅气来气 可以啊 但是 说我们家一博脸部调整了 那么 请拿出证据来 不能空口说白话 是不是 要是大家都这样 这个网络世界就乱了 对不对 网络也不是法外之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能为了货流量就不管不顾 这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你可以骂他 因为看不惯 只要骂得对 我们家一博是会改的 因为人无完人骂 但是 说他脸部调整了 这不是骂人 这是诽谤 这是两个概念 请那些骂人的人 看好了 毕竟 这俩不是一个事情 骂人可以不追究 但说人坏话的时候 需要动动脑子 不能说上透了就骂 这跟动物排泄有什么区别 我们都是高级动物 不能动不动就说这说那的 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 让我们学会思考 让我们知道 一个人在说别人之前 就需要三思 之后才采取行动 有些人因为上透了就说 网络大V因为侮辱烈士被拘了 这就是证明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